到底是蔡英文的这个议会路线 还是陈水扁的街头路线 或是民进党未来的路线 沈大尔怎么看 是这样 大家会觉得奇怪 一会有街头 一会又有议会 一会又有讲说两个是并境互补 你会觉得他是曾经错乱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我觉得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 或甚至股市也一样 因为你看股市快要触底 或是接近股底的时候 你看那个道琼 可以一天震荡来回 接近两千点 就是说上去的时候卖 下来的时候卖 现在你看议会路线不要了吗 因为刚刚走上街头 但走上街头好像又不太好 又负面了 好 又回到议会 那议会算一算 这二十几个